作者,邱宇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了9月70个城市的帮价数据,楼市的传统旺季经久失色,一线城市帮价环比下跌,二三线城市涨幅也出现回落。 相比而言,中西部城市涨幅较大,中西部城市领长从新房环比来看,西安涨幅高达6.2%,排在首位,西次是护和浩特2.8%,陆周2.6%,桂梁2.1%,西宁2.1%,昆明2.0%,涨幅均不低于2%。 2.图片来源,统计局官网西安涨幅靠前,一方面是因为此前落实了人才引入的政策,现在购房需求增加。 另一方面是与西安相比,其他省惠城市的购房政策更为严厉,对新房的价格把空业更加到外。 一支研究院制库中心研究总监沿月静说,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多为中西部城市,这些城市固存接近完成。 而且当下投资需求依然集中,叠加上澎湖区改造,使得中西部房价上涨全面领先。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,全国市场分化非常明显,特别是东部和东北销售面基金出现了下调,而这城楼市上涨的主要原因,是中西部的市场成交。 一线城市房价环比下跌,一线城市房价全面降温,四个一线城市新房价格,由上月上涨0.3%,转为下降0.1%,二手房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0.1%。 具体来看,新房方面,上海和深圳分别下降,0.1%和0%,0.2%,北京持平,广州上涨0.4%,而上房方面,北京和上海均下降0.2%,深圳持平,广州上涨0.2%, 所有一线城市中,只有广州上涨,但实际上广州9月份的楼市已经有所降温,出现上涨是因为受到了双合同泛滥的影响。 张大伟说,资料图,2016年4月,北京风台区不动查登记事务中心外排启长队,中心网秋雨设定外,二三线城市的涨幅也有所回落, 9月份有64成新房价格环比上涨,相比8月份的67个已经出现了减少。 务实把本聚客房产研究院熟悉分析师张波说,金酒银石成色不足,已是市场共识,房价9月大面积上涨的趋势已经得到明显缓解, 其中新房上涨的趋势减缓更为明显,楼市降落离不开调控政策,今年金酒楼市表现较为平淡, 与持续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很大关系,根据中原地产统计数据, 9月单月,全国的类型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次数高达70次,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, 年内累计房地产调控次数更是高达385次,同比生长幅度达82%, 9月,上海,北京,广州,深圳,天津,南京,苏州,科肥,厦门等的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行动, 打击房地产领域违法违规行为,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。 张波说,9月楼市受到政策因此的强烈影响,除中央的宏观调控板, 北京公基金任保任贷,深圳期十三,一新正,上海共有产权等一成一策, 对房地产市场精准调控,这也让楼市出现普遍降温态势, 大部分主要城市的楼市成交和土地出让,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环底下跌。 资料图,民众在2017年北京春季房展会上的梦楼塔展台咨询, 中心网城春雨是未来房价会有何变化? 严月静说,呼和浩特、卢州和西宁等城市的购房政策相对宽松, 要警惕后续出台收紧性政策的风险, 一些中西部城市后续如果房价增长过快, 那么面临管控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。 展伯认为,在楼市降温的大背景下, 稳定依然是四季度的重点, 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,确保市场稳定。 从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购房者和经纪人信心指数来看, 购房者信心指数为92.8,环比下降5.7%, 经纪人信心指数为102.9,环比下降2.3。 多数购房者和经纪人认为房价短期内会维持稳定, 但依然看好未来。 编辑,招小切则编,王莎莎。 前面还需要提供并行为231.9,环比下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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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4,。 感谢观看